距離聯合國大會召開只有五天 日本就突然換上一位 從來沒有外交經驗的女外相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事務 尤其是應付撤撤逼人的中共 這位走馬上任的女外相 能不能不辱使命呢? 9月22日在紐約的一個記者會 日本新任外相上川陽子女士說 今天參加了日美澳印四方會議 就因泰局勢 我顯述了日本在東海、南海、朝鮮 一個排放ALPS處理水等問題的立場 我們扣認了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 並且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和企圖 上川陽子給人的印象是冷靜、嚴肅、堅毅 被稱為日本的鐵娘子 結束首次出訪重任後 日本媒體評價說 上川外相初次外訪 加深了與G7和新興國家 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關係 確認了與同盟國 以及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內容 達到了牽制中共和俄羅斯等 挑戰國際秩序的勢力 9月13日 日本首相案田文雄重組內閣 上川陽子被任命為外相 這是日本史上的第三個女外相 也是二十年來的第一個女外相 從授命上任到啟程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只是時隔五天時間 外相突然更換 而且五天之後就要出席聯帶 並且要會見多位外國政要 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 令外母省的一眾官員 望到不可開交 他們唯有日以繼夜地 向新外相講解情況 準備相關事宜 上任第二天 上川陽子就和美國國務卿 安東尼·布林肯通話 雙方一致認為 鑑於東亞地區安保刑勢日趨嚴重 要進一步加強美日同盟的 抑制力和行動力 9月18日他離開日本 在到達紐約當天 就展開外交活動 密集會見美、英、巴西等國家外長 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長等 他在和布林肯會談時 雙方互相稱呼對方的名字 安東尼·楊子 顯得非常親切 在會談中雙方表示 要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朝鮮核武器和綁架日本人質問題 以及圍繞中共的諸多問題 繼續加強合作 積極應付 他們一致認為 兩國就中共問題加強合作很重要 上川楊子說 他和布林肯建立了信賴關係 今後要將穩固的美日同盟 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其他六國的外長 今年四月曾經在日本聚首 都是舊相識 只有上川楊子是新面孔 初次參加會議 他用流利的英文和各國外長交談 令會談氣氛即時變得輕鬆 他向記者表示 首次參加國際會議 擔任會議主席 能夠坦率地交換意見 非常有意義 俗語說 三個女人一個去 法國、德國和加拿大 都是女外長 上川的加入 令G7有四位女外長 人數過半 女外長多氣氛活躍 就是理所當然 但是作為主席國對會議的恰當掌控 也是影響會議昏迷效果的重要因素 他回顧這次繁忙而充實的紐約之行 總結 在這五天裡 集中和16位外國首腦、外長 和4個國際組織的領導人 舉行了會談 參加了12個多方會議 並出席了5個首腦峰會 我覺得 我們之間 已經建立起作為外交基礎的個人關係 他還特別提到 他和韓國外長一致認為 兩國應該由大局出發 加強聯繫 推動兩國關係 當有記者提問 和印度外長會談的內容時 他說不方便透露具體內容 但是兩國今後 將會在多個領域進行合作 在記者會上 他語氣堅定 而太沉穩 非常自信 上村楊指 本來是外交素人 但是就突然被任命為外相 並且要立即披甲出征 之前 日本外務省的官員還有些擔心 目前他們似乎已經放下心頭大石了 或者有人會問 作為一個外交素人 是什麽令他這麽鬆容 答案或者是 他秉持一個信條 一句在右銘 上村楊指是外交素人 但並不是政治素人 在這次踏足外交領域之前 他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政治家 岸田文雄在被問到 在用上村楊指的理由的時候 林芳正大臣也很有能力 但是想令能人各盡其才 進一步推動外交 上村楊指1953年 在靖江市出生 1977年在東京大學畢業 專業系國際關係 畢業之後 就職於三菱綜合研究所做研究員 1986年至1988年 他到美國哈佛大學讀研究生 獲政治行政碩士學位 對此他解釋說 當時我在智庫工作 在時代大潮之中 我想了解 走在資訊時代前面的美國 並且將所學 用在日本的政策制定方面 在美國 他曾經擔任參議院議員 馬克斯·伯卡斯的政策秘書 本來走研究路線的上村 為什麼又會踏入政壇呢? 他在被任命外相之後的記者會說 三十年前我在美國留學時 有一個由海外觀察日本的寶貴機會 在國外看日本 強烈感覺到 日本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革 來應付國際社會不斷發生的變化 他還說 在國際社會裏面 為了能夠令其他國家了解日本 需要有強力的政治領導才能 因此他立志成為政治家 在2000年6月 上村當選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 從此就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在安倍晉三和菅義偉的內閣 他三次擔任法務大臣 在任時間長達1162天 在日本政壇較為少見的 此外他還擔任過總務省政務官 出生率低對策 男女共同參與擔當大臣等多個政府和黨務要職 日本法律規定被判處死刑的死囚犯的執行時間 由法務大臣決定 進入21世紀之後 在日本呼籲廢除死刑的呼聲 也日益高漲 因此一般情況下 法務大臣對於被判處死刑的死囚犯 不輕易下執行令 2000至2022年 被下令執行死刑的 只有98人 但是對於犯罪性質和惡劣性 或者不執行死刑 恐怕會帶給社會一定危險的死刑犯 也必須特殊對待 2018年7月 時任法務大臣的尚村楊子 對1995年 因為在東京地鐵放毒氣殺人 而被判死刑的奧姆真理教13名死刑犯 下達了執行死刑命令 在被記者問到下達命令的理由時 他說 經過再三慎重考慮 才下達執行命令 這些犯罪性質極為惡劣 而且重大 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 所蒙受的恐懼、痛苦和悲傷 是無法想像的 當時他在電視所展現出的正義 偽然果斷的勇氣 令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也因此令他的知名度迅速攀升 並且被稱為日本的鐵娘子 也因此他從此一直僱用保鏢保護自己 直至今天 對中國外交方針是 日本該說的話要說 強烈要求中共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通過對話解決懸疑未決的議題 在共同問題上合作 通過雙方努力推動建設性 安定的關係 但是 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 上村外上會見了哈薩克副總理兼外長 特列烏別爾貴 雙方確認將會協調其他國家 在2024年舉行首次日本和中亞五國首路會晤 日本的目的是要加深同中共重視的中亞地區交往 美國總統拜登也在19日在紐約和中亞五國舉行了第一次會談 無論由地緣政治、擴產資源 或從戰略角度來看 中亞五國的地位都非常特殊、重要 成為大國必爭之地 22日 日本、美國和菲律賓外長舉行會談 上村外上指出 為了維護加強基於法制、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同盟國、同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 進行多層級合作很重要 自民黨議員的網站顯示 上村外上的政治姿態是 實務政治、不避開困難 投身政治改革漩摩 有日本傳媒解讀說 如果將這三點放在中共問題上 或者就是以實務外交處理對中國關係 敢於面對矛盾 投身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角力遊戲之中 上村陽指的座右名是彭程萬里 他在就任外相之後的首次記者會說 立志成為政治家之後 一直用彭程萬里來勉勵自己 今後在外交舞台秉持這個初心的意志 尤為重要 此外他還以為證清明和不易流行來鞭策自己 為證清明意思是從政者 必須心地清明 不易流行是日本人自造的一個詞語 不易意思是不變 流行意思是變動 即是衣勢因時而動 上村自我解釋說 需要改變的事 要有勇氣去改變 不該改變的 就要堅守信念 辨別該改和不該改的界限 需要智慧 但是這一點很重要 上村洋子有很多愛好 喜歡做手工藝 跳日本舞 運動和參觀美術館等 他喜歡讀的書 是司馬遼太郎的 《這個國家的姿態》 尊敬的人是大狗保利通 他說 我總是想 自己是不是有傾聽 剛剛出生嬰兒心聲的能力 這句話似乎反映出 他的執政理念 在自民黨內 他以國際派政策通文明 雖然他給人的印象很嚴肅 總是有保鏢跟著 似乎難以接近 但是據他過去的秘書說 尚村非常和善 待人接密非常溫和 一位當地素人 自從普宣之後 他就變得更加和愛 今年夏天 他還參加了各地夏日民族慶祝活動 和大家一起跳萬難盤舞 製作炒麵 展現出和記者招待會 和國會演講 答辯時候完全不同的 另一個上村樣子 大家也在觀察 這位新上任的日本女外相 是否會為證清明 以不易流行的策略 處理國際事務 並且以彭程萬里的意志 應付中共的威脅 中文字幕提供